深夜時分男子騎著機車 發現在對象車道上 有輛貨車經過掉落的蔬果散落一地 將機車停下 拋到路中 蹲下來想要將掉落物一一撿起 沒想到下一秒 一輛轎車從後方高速行駛而來 反應不及 直接撞了上去 男子當場喷飛好幾公尺倒地 當時正好有輛警車經過 員警緊急下車幫忙 不過男子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這集死亡車禍發生在新北三重 23號凌晨2點多 有輛載滿蔬果的貨車行進路口 停等紅燈起步時 不小心掉落一箱茄子 後面的車輛把這箱茄子撞得噴飛四散 56歲離婿男子當時騎車經過 想幫忙把散落的茄子撿起來 沒想到遭到後方43歲陳姓駕駛 開車撞上 被害人頭部重創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那一箱菜倒在那邊吧 他可能在撿菜上來吧 噢 蹲著 所以說你沒有說很注意 趙氏駕駛酒測直為零 他功稱當時趕著去果菜市場上班 沒注意到前方路況 駕駛依過失致死罪移送偵辦 趙氏責任還優待後續調查釐清 記者黃天耀 范雅喬新北報導 海荒鮑魚乾杯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PI714 享有折扣喔